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1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新闻热点 我是王晓祥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纽约时报》星期五报导说 霍氏新闻已有100多日 无让川普出现在他的网络上 而这是消除川普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川普最后一次出现在霍氏新闻上 是在4月13日的《汉尼提》节目当中 据悉 不报道川普的决定是霍氏最高层作出的 并得到了董事长梅度 和他的儿子公司行政总裁拉克兰的支持 虽然父子都是共和党人 本月少早 梅度旗下的报纸《纽约邮报》 和《华尔加日报》对川普在1月6日的行为 发表了严厉谴责 强烈反对川普在2024年竞选总统 今星期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上批评霍氏与朋友节目 非常可怕并且正走向黑暗面 川普暗示前众议院议长保罗来恩 就是坐在霍氏公司董事会里 发布影子禁令的幕后黑手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说 霍氏试图用其他共和党的竞争者取代川普 特别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霍氏新闻最近的一篇报道说 对川普支持者进行采访 指民众不希望川普再次参选 并都支持德桑蒂斯竞选 然而据《纽约时报》7月12日发布的民调分析 川普在共和党的支持度仍然学纳鸡群 几乎是第二名的两倍 哈佛哈里斯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也显示 川普以56%的支持率击败了7个共和党的竞争对手 特上提示获得16%的支持率 Newsmax主持人博林这个星期在节目中表示 我在霍氏工作了11年 我知道那些与总统选举有关的预先录制的内容 在没有最高管理层批准的情况下 是不可能会出现在电视萤幕上的 在Newsmax任职的前霍氏新闻分析师莫里斯表示 霍氏对川普的禁令是出于政治动机的决定 而并非基于新闻价值 因为川普完全统治着共和党 并且仍然是政治上最大的新闻人物 数百万前霍氏新闻观众 现在正在观看Newsmax是有原因的 他们报道真实新闻 包括前任总统和未来总统 31日 移扣短片涉及内容虚扣已被撤销推荐 冲上微博热手榜首 凤凰周刊官方微博说 该短片设计内容虚扣 影片拍摄者并非其外生 爆红之后还选择将移扣藏起来 目前B站已经撤销推荐 有人爆料整个故事就是假的 移扣的作者不想让人知道移扣所在地 刻意隐瞒 但仍然被记者找到了然后就穿崩了 移扣的残疾是脊水灰质炎所致 不是被医生害的 移扣90年代已经令到残疾症 而老老是五个儿女一起禅养 并非只靠移扣 另外据影片作者说 移扣家里的老宅建立的时候还没有美国 推算时间可能在乾隆年间 据研究建筑的人表示 一般老建筑都有很多巨大柱支撑 才能够保持那么长时间 但移扣的房没有柱 另外眼尖的网友发现 影片当中移扣家进门的石片上写著 耕毒全家四个字竟然是简体字 而中国是在1956年才开始推行简体字 因此有评论说 中共树立榜样一般不恕活人恕死人 就是因为活人容易穿崩 近日有网友贴出被中共宣传 当年的残疾人典范张凯迪的照片 他被宣传从小患小而麻痹、高位折瘫 颈部以下不懂得动 但照片中张凯迪竟然能学开车 和正常人一样参加聚会 有网友回应说 他是心理残疾、不行缺德 毒害了多少学生青年 共产党树立的榜样全部是假的 从王二小、张二家、刘湖南、欧阳海、赖宁 草原小姐妹、雷锋、张凯迪、邱绍云、罗胜教 孔凡心、赵玉禄等等 有人总结说 我的语文老师就很有智慧 他告诉我们尽量不要用活着的人写作文 万一人刺崩坏了 肯定影响你的作文分数 一定要用死人 死人不懂得开口说话 台湾军民社30日报道 近日 台湾空军第三联队演练夜间防空拦截 飞行员在低光源市界及高速度情况下 執行各项夜间防空任务 最后透过坐渡航装备及塔台引渡落地 圆满达成任务 该联队不分昼夜 全天后執行防空警戒及防空拦截等任务 确保台湾空防安全 7月份 中共军机有22日派战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最高一日出现10架次 29日贝洛西开始亚洲行 当日央视新闻官方微博说 如果贝洛西访台 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 于是从29日至8月3日 中共军队在台海、南海、东海接连举行5场军演 其中30日在福建平潭沿海域实弹军演13小时 该地离台湾最近处大约126公里 29日台湾进行了汉光38号军演 首度让14日新制校召后被军人参与 25日在新北百里区摊岸间 或设战豪系统部署反装甲武力 无以全力截击登岸共军 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 李靖修向本台介绍 年度汉光演习通常都是为了验证整个中华民国部队 各各方面的战力、证实部队 基本上都以防卫作战、保卫领海、 领土的作战模式为优先准备 他说实战经验对于战事来讲相当重要 越贴近战争的状况才有这样的经验去反映 长时期的作战台湾难以承受 所以在短时间之内 台湾必须让中共、让共军知道 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有多惨烈 才能够吓走中共的蠢动 是的 将会付出很惨烈的代价 台湾国军今次军演有多款武器 首度投入这次汉光军事操演 最大量点是在军演第二日 台军投入超过20架次及首次机舰 包括海军制洋级等军舰、光绿飞弹等快艇 空军IDF经国号战机、F16V Block 20、P3C等战机 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梓雲表示 今年特别是参考了乌克兰的经验 他说成功用小军队阻挡庞大先进的俄军 这里的不对称战法还有一些武器的使用 就融入到台湾这次的汉光兵推 台湾不想动下谁 但展现你的实力才有办法维持和平 也即是想要和平就要准备战争 勇气是最重要的 这一点是乌克兰保卫自己的民主制度 和自由生活方式最重要的力量 台湾亦都向国际社会展现 我们会付出决心和行动 来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 俄乌战争开打超过150日 双方又为一件事展开拉脚 俄罗斯7月31日指控 乌克兰用无人机对俄罗斯黑海岸队 位于克里米亚塞凡保市的总部发动攻击 但乌克兰军方随后却否认襲击指控 说俄方是在栽桩挑衅 路透社报道 俄方塞凡保市长拉致玉扎耶夫31日在Telegram证实 乌克兰方一架无人机对黑海岸队指挥部的攻击 造成至少5人受伤 伤者皆为指挥部的工作人员 这宗攻击事件初步半段是无人机飞入总部后 引爆榜在机上的爆裂装置所引起 并说这是乌方为阻挠当地举办海军日慶祝活动 该市海军日的所有慶祝活动因此已经全部取消 目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经展开相关调查 不过乌克兰乌德萨军事代表 布拉·楚克否认俄方的指控 说乌德萨军区驻地距离俄罗斯事发地点 最近的亦都有200公里 塞凡保说乌克兰在幕后主使这场攻击的说法 是灾桩纯粹的挑衅 布拉·楚克还扬言 乌克兰解放克里米亚半岛的行动 会用其他方式进行 而且会比单纯派无人机攻击更有效果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 31日签署一份新的海军战略准证文件显示 俄罗斯除了将美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之外 亦都计划提升在关键海域的影响力 期望成为海上强国 路透社报道说7月31日是俄罗斯海军日 普京在俄罗斯海军总部所在地 聖比德堡发表演说之前 签署的这份长达55页的海军战略准证 列出了俄国海军广泛的战略目标 准则提到对俄罗斯而言 最主要的威胁就是美国称霸世界海洋的战略政策 以及越来越靠近俄国国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并指出俄罗斯未来将会加强在黑海和亚畜海的地缘政治位置 另外北极海亦都被列为特别重要的区域 拜登曾经在21日确诊新冠肺炎 经5日药物治疗之后 27日宣告结束隔离 但不到3日 30日白宮证实拜登由阴转阳再度确诊 白宮医生亦都指出 这是罕见的复发案例 白宮医生奥康纳在推特发布声明指出 因为拜登没有再次出现症状 而且感觉身体状况良好 因此拜登不必再次接受治疗 紧需要重新开始隔离 他将会持续关注拜登的身体状况 而拜登亦都在Facebook表示 虽然他并没有任何症状 但为了周围所有人的安全 他会自我隔离并持续工作 29日晚伊利诺伊州的一名幸运尔 赢得了兆彩超过13亿美元的头等奖金 这是美国史上最高奖金之一 但这位新的亿万富豪一直保持匿名 中奖彩票在伊利诺伊州 德斯普兰斯东淘伊大道的 Speedy Cafe Speedway加油站出售 目前各界亦都关注 谁是这名幸运尔 如果获胜者愿意 这位新赚亿万富翁的身份可能会被公布 但如果中奖者不愿意公开 Megamillions允许他们保持匿名 通常是为了帮他们避开负面关注或骚扰 对于美国不同的州来说 可以制定不同的法律 来决定是否要求公布获奖者的身份 但伊利诺伊州没有这种公开身份的规定 根据伊利诺伊州彩票规则 如果获奖者的奖金为25万美元以上 可以在领取奖金的表格上注明 是否希望对自己的姓名和居住城市保密 但获奖者必须在领长时提出这个要求 如果当时没有这样做 伊利诺伊州彩票部门为了向公众保证奖品已经被领取 将会定期发布众长者信息 包括众长者姓名、居住城市 以及赢得的金额数额 兆彩活动目前在45个州 以及华盛顿特区和美属维京群岛进行 美国史上最高头奖奖金出现于2016年1月 当时威力彩开出高达16亿美元奖金 由三名幸运而评分 30号新赛季欧洲五大联赛进行了第一场正式比赛 社区盾赛 结果上赛季足总盃冠军利物浦 以3比1战胜了上赛季英超冠军曼城 私家16年再次奪得社区盾 在英超联赛 曼城以一分优势力压利物浦 五年内第四次登顶 在足总盃半决赛 利物浦淘汰曼城晋级到决赛 休赛期两支球队都经历了人员更替 利物浦送走了文尼 以打破球会的转会费记录 总金额可达1亿欧元的价格 引进了奔飞加前锋纽尼斯 目前曼城全队身价高达10.29亿欧元 是世界祝坛所有球会当中身价最高的球队 其中夏兰特是身价最高的球员 大约1.5亿欧元 比赛开始后 已经进行了四场热身赛的利物浦 球员状态看起来比曼城更好 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 沙拿回传阿诺特 后者一脚轻跳 球越过对手的头顶后 打中门处反弹入网 利物浦取得1比0领先 第70分钟 科顿门前铃空电射 被利物浦搜门员阿祖安撲出 爱华利斯跟上保射得手 曼城将比分1比1攀平 80分钟 纽尼斯在禁区投锤攻门 造成曼城后卫戴亚斯的手球 裁判半发射12码 沙拿左脚命中 利物浦再次聚得领先 全场双停保时第4分钟 沙拿右路全中 罗布城高速插上 在禁区左侧头锤摆道 纽尼斯中路虎伸冲顶破网 锁定胜局 最终利物浦以3比1 击败曼城赢得社区盾 斩获新赛季第一个冠军 高普从2015年执教利物浦至今 已经在利物浦捧起了欧冠 英超、竹总杯、联赛杯、欧洲超级杯、细冠杯和社区盾 总共7个冠军奖杯 实现了他在利物浦生涯的冠军大满冠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1967 都已经追加了 同学 接触 感谢观看